160 星洲日報 暫領導統考運作時而三院立場不同 2015年7月27日國內新聞 雪蘭俄伯打零哉也26日信 針對昨日國內七十組織交流會發出第三聲音 建議統考交三院暫領導運作一時 三院立場雖然不同 但都促請董總領導曾當務之急事解決內部風波 避免影響統考運作 韓江大學學院及南方大學學院皆認為 統考的執行應該交回董總和教總 不應隨意將主辦權移交 以免影響到其公信力 而新紀元學院則認為 萬一董總真的遭遇不測 新院秉持愛護華教的精神 可以暫時協助執行統考 謝思堅 建議設委員會韓江大學學院名譽院長拿督謝思堅博士認為 董總本身應自尋方案解決統考的問題 萬一董總遭社團註冊局凍結 理應成立一個委員會去執行統考事務 交由三院執行事行不通的 他今日接受星洲日報詢問時說 統考早在1975年開始 經過董總和教總多年來的努力 已經有一個完善的系統執行 他說 統考開始實行時 三所院校都還未成立 而且從未有人找過他們合談及執行統考的事宜 他強調 統考落實至今有一定的歷史基礎和權威性 董總和教總多年來在統考工作上所作出的努力 有獲得國外多所大學的認同和承認 不能因為董總兩派的人士糾紛 就要將統考的主辦權而交給學院 這事行不通的 且權威性又在哪裏 他指出 萬一統考受到影響 須有臨時解決方案的話 或成立臨時委員會執行統考事項 他說 韓江大學學院有很多學術人才 如果需要他們以個人認識參與統考或讀中課程的編排工作 這事沒有問題的 竹家華 現階段不宜談南方大學學院院長竹家華博士 也認為 這突如其來的第三聲音事先未和他們合談 現階段根本不宜談論由三院主持統考的問題 他說 要主持統考涉及的層面很廣 人力和資源都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再加上要主持統考必須有一定的公信力 而學院士辦課程的和主持一項大型考試根本是兩回事 他也認為 董總還是必須想辦法解決問題 不應讓這次的風波影響董總的行政工作 進而影響到統考 莫順中 近期進一步商討新紀元學院院長莫順中博士積雪 雖然他個人最希望看到董總風波盡快落幕 讓一切運作包括統考回歸正常 但如果董總被凍結而導致統考受到影響 該院秉著愛懷教的精神 可暫時領導統考的執行工作 他指出 民政黨副主席拿督劉華才日前有向他提及此事 但雙方還未長談 我們會在近期內針對此事 再作進一步的商討 要將統考交由其他單位代為執行事關重大 必須要有很好的規劃 但他說 他個人立場也只是認為 萬一統考真的因董總風波而受到影響 那麼他只是希望能夠協助處理 他指出 一旦和劉華才的會面有進一步的結論 如有需要 他會帶到新院的董事會議上討論 莫順中強調 新院作為華教的一份子 不能不理會統考 如果統考出現問題 他們願意配合及協助處理 相關新聞請點大事件 董總風波